大家好 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Windows 10 如何在桌面上 串建 關閉電腦與重啟電腦的快捷鍵 OK 大家可以在桌面的空白處 點鼠標的右鍵 OK 出現新鍵移到快捷方式 選擇 可以出現這個窗口 下面 我們可以在窗口上輸入 Shut down 空格 斜線S 空格斜線F 空格斜線T 空格 空格 輸完以後大家點下一步 OK 名字就不要改變Shut down 好 點完成 OK 這樣我們就在電腦的桌面 創建了一個 關閉電腦的快捷鍵 同樣的方式 我們來創建 重啟電腦的快捷鍵 OK 快捷方式打開以後 我們要在窗口輸入 Shut down 空格 空格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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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格F 空格T 空格0 OK 點下一步 好 這時候我們把名字改 改一下 把Shut down 改為Restart Restart 重啟 點完成 OK 為了便於識別它們 我們來更改圖標 選擇圖標點右鍵 打開屬性 下面中間有更改圖標 確定 選擇圖標 點確定 OK 圖標更改過來了 下面同樣的方法 我們更改重啟的圖標 好 更改圖標 確定 選擇圖標 OK 確定 好 把圖標都更改好了 下面我們只要在桌面上 雙機這兩個開關 我們就可以關閉電腦 與重啟電腦 好 今天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